好 謝謝真榮 同時還來關心華視接連出包 讓民眾很傻眼 之前看出了道歉聲明 卻被抓包連道歉聲明 這個道歉歧視的事 居然都 人本是被打錯字的 導演 這個汪導演 他就在臉書發文說 他本來不想起底同行的問題 但是他認為華視連連的出錯 根本是內控長期崩壞的一個結果 他指出聲明中的啟示的 包括還有警依刺 來這個等等等來道歉等等 這個警 啟示的事 這個居然是打錯了 還有警也打錯了 短短沒有幾個字 居然又出現兩個的錯字 怒批華視三次的出包 直播根本螺絲掉滿地圈都鬆 好 這樣子華視一個禮拜之內 三度的出包 包含了把蘇貞昌打成了總統 還有這個跑馬 誤爆共軍席台 巴士海峽挖出了石油火山爆發 這一回又再出包 這個蘇貞昌變成了總統 還有連道歉起誓 僅以此都錯字 立委怒轟新聞台 連總統是誰都不知道嗎 真的是無恙可救 跟大家再度的致歉 華視又出槌 上禮拜一天內 接連誤爆共軍席台 還有大屯山 果山爆發 官網董事長與華視代理總經理雙雙請辭 沒想到國會備詢前夕 又發生圖卡頭銜物質 將隔魁蘇貞昌變成了總統 五天內出包三次 就連被升格的蘇貞都看不下去 華視新聞一再出錯 確實讓人傻眼 不應該這樣子 犯的絕對不應該犯的錯誤 忍入負重的來做這個善後的工作 忍入負重 什麼路 這一次的出錯的 出錯的這個羞辱 這個路誰給的 誰給你的 我們自己犯下的 真的是爛到不可思議 12台還是新聞台嗎 我覺得很像戲劇台 因為一直出包 網友嘲諷官網集團連續出包 還把蘇貞變類總統 是拍馬屁 想升官嗎 更點名NCC別再稅 難道假新聞不用罰 NCC有沒有雙標就看公廣集團出大包 主管機關怎麼辦 全民睜大眼 等著看 這是綜合報導 最新的一切話是五天內連續出包出三次 連道歉聲明都出現 不止一個錯字 NCC主委陳耀祥認為這是內控問題 責任並不在NCC 國民黨立委賴士寶直呼 這暴露了華市的邊省人力 經費崩潰不夠 質疑NCC當時為什麼能先天下不足的 放他華市來過關連線駕馭 好 主委 各位 歡迎收看這小時 各位最新有意大利法人賴士寶 是 大家早安 是 文人早安 我們今天還是要有關於華市的爭議問題 因為華市連續出了好幾的大包 除了這個跑馬燈顯示 這個新北遭到共拒的導彈給襲擊 大屯的火山噴發 還有台北下斜 冰雹等等的議題 甚至連跑馬燈都索性不放了 但是又發現說 把這行政長蘇貞昌的頭銜變成了總統 甚至昨天的道歉聲明當中還有兩個錯字 那現在是不是顯示了華市的內控問題 是真的有問題的 甚至NCC的主委陳耀祥昨天就說了 其實這根本不是NCC的問題 這是華市自己內部的問題 不過可以看到 華市當時風風光光的上52台 甚至現在被揭露出現在組織 人力跟設備等等都有問題 但為什麼當時還是可以風光的上映呢 是不是因為顏色對了就沒事 沒有錯 大大弟弟就是綠色的能夠 其他的不能夠 我們看到當初也是NCC 也是陳耀祥 他關中天新聞台 他講兩大重點 第一個內控 第二個錯誤的報導 這兩個對照現在華市 更嚴重嗎 華市當初中天再怎麼錯誤的報導 後來他給他罰款 然後再經過法院 中天的申訴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 他現在的錯誤報導是什麼 講共軍打新北市 這個引起國安高層的震驚 而且法務單位也介入調查了 這個引起國安的問題 引起社會的恐慌 那種嚴重的程度 千百倍於中天 比較起來的話 那是千百倍就跟中天來比的話 中天是小無見大虎 華市犯了這麼大的錯 居然陳耀祥還一推奧白虎 真是厚言無恥 你當初怎麼對待中天新聞 對不對 你就是說抽誤報導 內控的問題 因為你內部的新聞來講的話 有政治力介入什麼之類的 現在不是如此嗎 現在更嚴重嗎 他一再再三的出發 那就是內控問題 他自己也講內控問題 那當時候為什麼不對中天說 那內控問題他不要管 是不是 那對中天就是 因為內控出問題 因為新聞報導錯誤 所以我幫你下架 結果他清點了華視 為什麼清點了華視 因為民進黨的派系 要華視上去 他們各個派系要擁有一個媒體 所以講起來是國民黨 講起來應該去撞牆 當初執政的時候這麼高義 這麼善良 沒在一黨一講說 黨政經推出媒體 真的推出 他們現在是 各派系都要介入媒體 要掌握一個媒體 你可以看到幾乎 現在綠媒來講的話 後面都有派系在連結 清清楚楚看得到 NCC根本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陳耀祥真的 他現在怎麼有臉皮 還繼續待著 他好歹是個教授 雖然教授資歷不怎麼樣 但是好歹有點教授的風骨 他下台一百遍都不回過 真的 早開下台 你可以從中關中天新聞 跟現在護華視 華視來講的話 他說他經營現在不好 他的整個組織也有問題 陳立秀都講了 這個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你就一定要給他 政治任命 因為他聽話 所以他真的把ACC做成 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這才是最可悲 也是最可惡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華視內部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陳耀祥 他有指出說 華視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剛才委員會講說 陳耀祥應該要下台負責 但是我們再來看到華視的人力組織問題 還有這個總經理代理總經理陳雅玲 他昨天在立法院備刑的時候 他有講說他忍辱負重 當時他其實也在考慮說要不要此台長這個議題 但是現在因為總經理缺一個職位 所以他必須身兼多職 他自己的入是他說華視自己給的 所以顯示說華視現在內部的問題 但是要怎麼樣的去處理 甚至再也要怎麼樣去更加監督呢 我覺得華視的它是公管集團的 公管集團的董堅是要改組 而且這裡面是按照政黨比例的 所以我們的監督力道會加強 我們會進一步要很密切的在監督 整個公管集團的營運 華視表面上說它是個商業台 可是事實上來講 它是如假扒萬的政府的台 很清楚看得到 所以黨政軍推出媒體 對 以華視例子來講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一個諷刺 我再強調一遍的就是說 當初給華視就是直接點名 公開講要給華視 赤裸裸的到這樣的程度 然後把中天新聞台拿掉 給華視 你如果華視做得很好 我們就認了 華視做得這麼的糟糕 為什麼不下架 為什麼不把它下架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說 這是內控的問題 那對中天新聞 為什麼就不是內控的問題 為什麼你交架在它下架 這個東西雙重標準 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謝謝委員 感謝 好 首先先來談到 華視新聞台的諸多爭議 不只這個跑馬登十五 甚至連這個行政黨蘇貞昌的頭銜 也被職為總統 甚至我們再來看到 昨天的道歉聲明當中 竟然會有兩個錯字 因此就顯示了華視內部問題 其實是蠻嚴重的 甚至昨天NCC的主委陳耀祥 他就說了 這都不是NCC的問題 這是華視自己內部內控的問題 不過剛才立委來是保護痛批了 其實現在內控問題 你也要去處理 內控的問題 你當初是一人再再二三的保證 甚至自己清點52台要給華視 當時關了中天 現在卻給華視 但是華視出了一堆包 但是NCC卻是漠視不管嗎 難道現在真的是顏色對了就沒事嗎 我們再來看到 當時中天新聞台被罰了很多錢 甚至呢就指出說呢 其實當時就有一些假訊息 甚至說現在呢 其實華視面臨的問題 其實比中天還要更嚴重 所以剛才賴士寶又直呼說了 其實現在陳曉翔根本就不負責 根本就是不適合這個位子 只會一昧的怪說是內控問題 甚至兩個人都忍入負重嗎 如果真的那麼忍入負重的話 為什麼當時還會這麼的風光 要讓華視上架52台呢 以上是自己的國際結晶 我們在今天我將會給後面主播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L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